本集合, 大家晚上好, 我叫Pierre Bonis, 我是法国互联网玉名与合作协会的会长, 今天在座的有法国的外交部长 瑞士的负责环境交通能源和沟通的联邦委员 以及德国经济与能源事务国务秘书 互联网协会的CEO 以及IGF的多利与官方咨询小组的组长 非常地荣幸能够主持今天的高级别讨论 也想要借此机会感谢外交部 以及IGF的秘书处指定我来做主持的工作 我也非常地荣幸能够管理法国的互联网 育民与合作协会有很多的人才 我们的团队非常地棒 我们不断地努力在为法国的互联网工作 而且我还想强调在我们的协会 我们20年来一直在以协作的方式进行管理 我们知道这个管理的方法非常地奏效 我们的这个方法也经历了考验 但是呢这种方式 它只是在我们的这个领域应用 这个领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就是域名这个领域 如果我们来看一看互联网的整个的挑战 刚才法国的总统和秘书长都说到了许多的 与互联网有关的挑战 这些挑战呢 他们的性质就更加不一样了 我们今天晚上所提出的问题是 怎样才能让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 能够真正地做到高效 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非技术性的问题 那甚至是可以思考 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非技术性的问题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问题的核心 怎样才能够真正地得到成果 论坛连接起了不同的群体 有技术的群体 同时呢 也有各种各样的伦理和价值 所以说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既有技术的方法 也有伦理 经济和政治的思考 我非常高兴今天请到了 法国的外交部部长 希望您能够跟我们来谈一谈 互联网治理的变化 政府 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 以及互联网治理论坛的演进 首先呢我想说 在互联网这个全球性的问题上 您并不是第一次发言了 您在当国防部长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 在去年12月的时候您还提出了法国数字战略相关的内容 非常高兴 现在请您发言 谢谢您 让我发言 而且那也说到了我此前的一些 发言 我现在所处的情况比较特别 我其实是有点像给我们的总统做售后服务啊 因为在这么短的一间时间里 我没有办法谈得非常细 所以说呢我不再详谈总统先生的讲话 他已经谈到了互联网的治理 这样一个严峻的话题 此外呢还有一些负面的发展情况 既然你说到我曾经担任国防部长 我现在工作也是有这方面的内容 我现在感到非常的担忧 这是首先与我的职权有关的 因为它涉及到恐怖主义 网络犯罪 骚扰 虚假信息等等 这一些都涉及到我的日常工作 这也显示出 现在有一些很显然的东西甚至都受到了威胁 我想这也是您所担忧的 所以说呢 今天我们有必要来讨论这个问题 有一个标准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 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而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我们现在所发明出来这些技术 就是现在的标准 也许除了标准之外 我想到的还有就是最基本的原则 刚才马克龙总统也说到了 我看到这些问题非常的复杂 是一个很严峻的工作 我们现在在制定标准和价值的时候 有一个风险 就是我们的能力其实跟不上创新的速度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公民 他们认为我们集体是无法解决现在的问题的 也就是说要应对现在新的威胁 同时又不破坏数字经济 我想说引用刚才总统先生的话 我们在基本自由和法治方面不能够妥协 国家在这方面能够起到正面的作用 能够在网络空间梳理起标准 这也是巴黎呼吁的一个原则 私营的企业在网络和在真实空间 都应该遵守这样的原则 不能够让私营的公司在网络空间上 开展一些暴力的行动 每个人都有责任 所以我们要共同地行动起来 建立起共同的标准 因为现在还没有这种标准和规则 所以我们要共同来制定这些规则 要在适合的场所来进行反思 而第一个监管的空间 就应该是有国家的立法框架 但是呢 这还不够 因为如果说一个法律只是在一个国家执行 对外国的实体无效 那么很有可能是不够的 而且呢 各国如果各行其事 不协调 很有可能会引发越来越多的法律冲突 所以说呢 我们要改变行动的方式 在联合国已经有了相关的工作 虽然这非常的困难 也许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做出来 但是呢 联合国是一个重要的场所 你们互联网治理论坛 也是一个重要的场所 能够提出建议 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因为我们要在多边主义的框架下 来讨论这个问题 要让政府 民间社会和私营企业 共同聚集起来 他们在监管问题上 都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 所以 马克龙总统刚才的呼吁 是要呼吁大家 共同协同的开展行动 来奠定一个监管的基础 也是需要你们的努力 今天早上 已经发出了巴黎呼吁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要素 就是信任 因为 好几次都提到了 信任的这个概念 信任是社会空间的一个基础 企业要负起自己的责任 要 确保他们系统的牢固性 要信任 我们不能够 接受那些不可接受的行为 明天呢 未来我们希望这种信任 能够转化成一个具体的 法律框架 我们希望 互联网治理论坛 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参与方 因为现在时间紧迫 否则的话 分散的情况 有可能会造成互联网的碎片化 这就是法国的立场 过去的经验证明 多边主义 能够让我们获得成果 所以 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成功地禁止了反人类的炸弹等等 所以说呢 法国邀请所有愿意参与的各方 来进行一个共享式的监管 在50个国家当中 那50个表示支持巴黎呼吁的国家当中 所有的欧盟国家都表示了支持 也有一些其他的机构和会议 比如说G20 G7 所有的这些都能够让我们形成一个势头 走得更快 因为监管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互联网的会议 尽量地避免互联网所带来的风险 谢谢您 非常感谢 Dowise Ludach女士 您代表的是 瑞士联邦 它曾经召开了第一届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 去年呢 也曾经召开了上一届的互联网治理论坛 所以说瑞士在互联网的多边讨论方面一直非常的积极 也许也是因为在瑞士你们有一种传统 就是这种多方参与的传统 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洞见 能够为我们谈一谈这种多参与方的好处 我用英文讲 确实去年在日内瓦 我非常高兴能够欢迎大家参加上一届的论坛 今年我们看到有更多的组织 有更多的非政府组织 也是展示出大家对互联网治理论坛更加的关注 对于互联网治理这个问题也更加的关注 我们认为应该更加的重视IGF 大家都同意 我从政多年了 但是呢我其实一直不大知道IGF这个论坛 我想你们需要有个更好的平台 需要有更多的人听取IGF上面的信息 有了日内瓦信息之后呢 我觉得各个嘉宾他们所说的 能够更好的形成协同效应 让大家都能够听到上面交换的信息 特别是政府 政治家 他们往往不能够参加论坛 所以他们需要一些建议或者需要一些结论 我想这个可以更加的突出 这样的话你们能够有更多的政治方面的兴趣 在日内瓦IGF之后 秘书长也启动了数字合作的一个高级别论坛 在这一次活动上 治理也是一个核心的话题 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联合国来说 这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政府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政府和政治家他们其实并不太习惯 多利益攸关方的这种方法 我们在瑞士是有这样的传统 但是呢 在许多的国家 他们没有轮换 只有选举 他们不太有这种互动 既不是和公民互动 也不是和经济体互动 也不是和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互动 所以说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方法当中 获得许多的启迪 有许多的政策和法规 必须要进行调整 所以说呢我们在全球的层面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有共同的原则 是适用于各方的原则 比如说布基纳法索 刚才的部长谈到了 到东亚 每一个国家 他们的发展程度不同 数字基础设施的程度也不同 我们需要保证包容性 因为有一些区域它没有电 没有数字的基础设施 那如果说你有这种 那所以当你就是遇到这种 没有这些基础设施的时候 你去谈这些项目都是白说 因此包容性应该是特别关键的一个领域 然后还有当然就是要信任 还有就是人权 以及是否可以适用在机器人上 我们是否已经处理了伦理问题 那很多这种人类的价值 应当啊是国际制理的核心 那我们呢非常的努力 我们呢也希望就是说能够在4月份的时候把我们的报告和建议都拿出来 那我们拿出了这个草案之后啊 会和各位就去分享 让各类优优官方都能够去审议 然后呢去接受专家们的反馈 因为这就是这样一个程序 那我们呢最终的 我们并没有一个最终的目标 就是说那我们一定要在什么时候 就是说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我们现在是提出这样一个建议 因此啊我觉得国际社会可以共同工作 然后啊IGF呢当然也可以 就是说不断的去 去进一步开展 工作进一步加强 直到我们明年在柏林开下一集IGF 谢谢 好现在继续用英语来讲 第一位呀 现在如果民主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用最多的语 最多人说的语言 下一位 经济 事务的秘书 Kristen先生 那你呢 您是代表下一个主办国 也就是IGF明年在德国主办 那我想问一下 德国为什么这么热衷于 要举办IGF呢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愿意 来举办IGF 那我们也知道德国呢 它是不是说有 这方面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非常好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整个利益优官方这样的概念里边 私营部门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以及他们如何可以和政府合作 私营部门发挥的作用 谢谢 我首先呢 我首先呢要感谢法国举办了今年的IGF 明年德国将主办 IGF 我们 当然也希望啊就是从法国 瑞士学习 学习因为啊你们这两个国家都非常成功举办了IGF 那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加强IGF 不管是在国家还是在国际层面 不是说我们要把它加强 而是说如何来加强 因为啊我们充分认可IGF 是最重要的一个平台来讨论网络的未来 多利用官方的这种做法至关重要 在任何没有在在没有任何一个平台允许这些政府的代表啊 企业的人员呢 技术人员呢 能够在国际层面做到一起来讨论网络 那只有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平等的来讨论 数字的变化和网络 那这种数字化 确实也是我们所有人需要的 那网络它给社会赋能 那我们呢要保护人权 保护数据保护 信任网络安全 信任 还有这种公平的竞争等等 这些啊都是 数字化在未来可以为我们 发挥的作用 这也就是为什么 IGF非常重要 那IGF呢它是一个专家的会议 它是开放的一个包容的对话 在这里我们共享最好的经验 去讨论未来面临的挑战 那我们去讨论如何来建立这种真正的 全球化的安全 值得信任的网络 然后不要受到歧视 或者是这种宣传 而且呢也没有这种审查 但是啊我们不要忘了 IGF它不仅仅是要识别这些问题 它更多的是要提高公众的意识 这是必须的 这也就是我们需要做公多工作的领域 而且呢 我想啊 有一些方面呢 是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 比如说这个南部国家 他们呢在未来应该得到参加更多的参与 有更多的参与 还有企业界的代表 那法国啊 这次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代表 做了一个很好的代表 因为比如说马克龙总统 他本身就参与了今年的IGF 那在去年的这个会议上 瑞士啊也是有高级别的代表的参与 那我们呢 在明年在德国举办IGF的时候 也会有高级别的这个环节 而那些举办IGF的这些国家呢 他们呢 应当就是把这个IGF的级别提高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人们更多的去关注 和IGF相关的所有的这些主题 然后让公众也有更高的这个意识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事先做准备 我们要准备内容 要准备如何来分组 从而让公众可以更好的来去讨论 那在日内瓦的这个讨论的时候的一些话题呢 那以及在今年的这个法国的这个IGF提出的这些一些话题啊 在未来的也就是明年的这个IGF 德国的IGF上也会进一步的讨论 对于和政策相关的很多问题啊 现在都在进行这个细节的讨论 女士们先生们 那这些我们需要新的想法啊 从而啊 让公众更多的关注IGF 然后让所有的关键的利益有关方 从世界各地啊 都来参加IGF 我也甚至这也是这个数字化合作高级别专家组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呢 一定啊会就是保证明年IGF 能够做到这种包容 那我们呢 当然也会和瑞士 法国以及2020年间要主办IGF的国家 保持密切的对话 那我们呢 也会保证IGF保留它的最根本的特点 这就意味着IGF 它是一个多例有关方参与的论坛 而且呢 它并不是从上而下的这样一个进程 那我们呢 也是非常期待明年2019年 各方以及很多其他的来宾参加 在德国举办的IGF 非常感谢德国 很期待去柏林 当然我们现在也完成在巴黎的会议 巴黎的论坛 Andre Silvett Sleven 谢谢您 参加今天的这个讨论 您是刚刚加入了互联网协会 但是啊 在这个网络方面 你是个老手 那你啊 对于一些未知的网络 在这方面呢 是做了很多工作 也就是说 让网络运行的这个背后的方面 你是做了很多工作 比如说议定书啊 啊 协议 对不起 协议 还有这个基础设施 以及这个内容的治理啊 等等 这些方面啊 你都是做了很多的努力 从而让这个网络运行良好 那现在啊 就请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 您的一些看法 不仅仅是对此界的IGF 还有就是对整个网络的治理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请您来说一下 对不起啊 我只能简短的说两句法语 之后啊 我就用英语来说 因为我的法语并没有那么好 那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大家 我大学同学听了我这句话 肯定会很生气 那您刚才说的有点很重要 就是网络的治理论坛 IGF 它是要讲网络 但是网络不是只是一件事 因为呀 我们一说网络 一说好像网络就是一个桌子 或者是椅子 好像它是一个实体的一个物件一样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它实际上是网络的网络 它呢 实际上是我们来获取 很多信息呀 给我妈妈送花 或者是来提醒我们自己 比如说别人是多么的不幸 等等 就是我们实际上用网络啊 做好多好多事情 那我们 那我们只是这么简单的 却说Internet 我们并没有把它说清楚 那说到这个IGF IGF到底能做什么 我整体上来说一下 我觉得最重要的 或者最紧急的一点 还是到底网络是什么 那我们实际上说的是 不同的各界呢 它都是独立的在运作 然后必须要合作 你不可能独自有网络 你只有和别人建网络 你只能和其他的网络 去形成网络 这就是最根本的 这并不是一个政治决定 这并不是一个政治讨论 不是说我们需不需要合作 这是一个技术事实 这是网络设计的根本方式 你必须要合作 不然的话根本就没有网络 根本就没有英特网 那我们呢在在IGF 我们呢每一届之后啊 对于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了解 都更深 这就是为因为我每次讨论过程中 都我们都能够有机会来了解 其他人都做了什么 或者说是在哪方面做得更好 那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呢能做什么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能够做更好的互联网 这就是最根本的条件 这就是为什么 说到一个互联网 和去比另外一个互联网 什么加利福利亚的互联网 或者中国的互联网之间 去比较根本呢就不对 这种做法是错 这种做法或者说 这种思维的方式是错的 那我们实际上要考虑的是 我们共同想做什么 我们想如何来交流 如何来创造更大的价值 如何来建立这种网络 那实际上有一些很具体的 我们可以做的事 比如说有一些具体的问题 我们可以去解决 我们比如说可以 今天就可以来做一些事 不是说我这么说 并不是说IGF就要变成一个 做决策的论坛机制 那当然就说有的人会说 我们已经做成了这点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形成了 这样一个联盟 那在这个联盟里边 我们就可以去发现 谁想做什么 然后等到这个IGF结束了之后 就去和这些人去做那些事 那还有一件事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 比如说现在我在说话 别人没有在说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 大家真的是去听 那有的时候我讨论的时候 我发现 就是说都是这个台上专家 不断的在讲 而并没有更多的互动 因此我觉得可能在未来 就是可以有更少的这种专题的 专家在上面的做介绍 而是更多的进行这种互动 那我觉得在这方面 可以就是做得更好 那我们作为一个社区 必须要认可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讨论 我们必须是一起开展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听 因此我现在就闭嘴了 谢谢 我现在没有 我不能闭嘴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 现在请 我先请Lin Santamore来发言 那Lin呢是 多利优优官方咨询小组的主席 参与IGF的工作很久了 而且呢 它在HISAC也是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你作为Mag的主席 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些简单的建议 或者说是愿景 我们如何就是来准备 从而来保证 我们的所有的话题都是可以理解的清楚的 因为这个工作确实并不是 我想啊作为这个Mag就说 多利优优官方小组做的工作确实是特别的棒 但是啊 你还是得就是在不同的话题中间呢 要找到联系 怎么样 让这个网络这里也不断的 互联网这里也不断的去演变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这次就是尽量啊 让尽多的人来参与 那很多人也是在这个网上进行了这个注册 那说到这个具体的可见的这个成果 那我们呢 确实是要听社区的声音 我们需要你们的参与 那这当然首先呢 就是取决于我们要讲很多 要讲多久 那每一场讨论呢 都应当就是台上的专家占50%的时间 然后剩下呢 让观众们来进行参与 那我们呢 在各这个讲习 这种研讨会上都不断的去提醒 各方必须要这么做 因为这种对话非常的重要 它能够让我们知情 然后再做正确的决定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啊 去提出什么政策也好 不管是商业政策 还是其他类型的政策 那 那今年呢 我们有160多个这种分会 那在这个分会上呢 会提出这个IGF的信息的传达 那这些信息啊 当然就是IGF的社区的信息 那我们呢 也是和这个各研讨小组的组织方来讨论 到底如何来对讨论进行总结 然后在里边呢 来汲取一些关键点 或者说是这个亮点 然后从而来了解 在国家还有区域的层面所做的一些努力啊 也去了解 比如说这个青年所做的能力 那我们呢 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一定要达成这个协商一致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最终达成的 最终传达的信息啊 应当就是 以一种 这种叫系统的方式 或者说 然后以主题的方式来提出来 那我们最后的这个主席的报告 将会是一个主题的这个报告 那但它呢是一种总结 不是说会具体的来描述说 谁说了什么 不是这样 它会是一个总结 那当然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呢 都是进行了这个记录 然后也是在这个网上在播放 那也会就是在这个IGF的网站上 有这个播放 那而且我们也会做这个调查 那对此啊 我需要所有的人的参与 所有参加今天的这个会议 不管是人在这里 还是在网上的这个参与 各方啊 都能够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说IGF的生态系统到底能够做什么 从而来改来影响未来几年 未来几年在这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 未来几年对这个问题产生影响 那我们希望听到每一个人的意见建议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请你们来回答一下 到底IGF可以做什么 从而来对在这个问题上 在未来产生影响 那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呢 我们的工作组里面包括 比如说多年战略计划啊 这个筹资啊 还有比如说这个改善这个工作组啊 还有这个总结的工作组啊 那我们呢 对过去的已经啊 是做了一些这个总结 然后进行了整合 以及我们的现在的各工作组啊 也就是努力把所有的这些 这种总结的结果来进行整理 我觉得现在最有战略性的一个问题 也是IGF的一个优先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能够加大大家的参与 政府和自身的决策者的参与 学界的参与 怎么样才能够有更高级别的 私营部门的参与 以及呢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去 让那些没有接触到的群体参与进来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我们刚刚开始召开IGF的时候 曾经有一整天都是高级别的这幅讨论 然后之后呢我们开始邀请一些专家 开始邀请观察员 然后呢才渐渐地有了一个多例优关方的方式 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在进行实验 去年在日内瓦的时候 我们和Thomas Snyder和Lainter女士都在讨论说 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 当时是在星期天的时候举办论坛 所以呢有点困难 但是呢现在我们真的要理解 政府说要有更多的空间 要有更多的信息 要有更多的对话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 IGF又认为我们提供的正是这个 因为IGF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 一个平等参与的平台 但是呢有一些国家的政府 他们非常愿意接受这种方法 但是呢有很多的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方式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办法 来打破这种不舒适的感觉 同时呢也要更好地理解 决策者和政府他们到底期望什么 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他们 那我希望 并不光是这种年度一次的会议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区域青年的IGF 有很多我们的这个Dynamic Coalition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的倡议 所以说呢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 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构架 让我们在各方面能够推进 能够做到更加的全面 那现在呢我们可能有的一个问题 就是资源的问题 这就是我最终的结语吧 谢谢Lin 我们现在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和在座的各位交流 我们是不是可以知道7点10分 首先请第一位提问者 你好 你好 感谢您让我提问 我是 黎巴嫩 伯尼斯先生 今天我们听到了马克龙总统的致词 以及 刚才第一组的讨论 我们听到的是什么 我们还听到 现在有一些人说 要进行改革 刚才 法国的外交部部长已经说到了 互联网有可能会 巴尔干化 分散化 我想这是一种威胁 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 中国和 俄罗斯代表 大伙可以纠正我 所以说呢 现在互联网确实有一个被分割的威胁 那么 我们是不是要改革IGF 让它成为一个监管的框架 我希望 IGF的这个历史 它其实一直是一个 自下而上的讨论空间 这个论坛 我们今天都在参加 它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 被延续了一次 如果它没有得到延续的话 我们今天都不会坐在这里了 就是因为 这只是一个讨论的平台 我们在这里进行交流 我们在这里讨论 我们有会议的成果 但是呢 老实地讲 我们不知道这些成果 有什么样的后续 有没有监测 最后有没有落实 从2017年以来 我们现在 有的时候啊 是缺乏资金 有一些代表团 有一些机构 他们希望能够获得 一些资助 来参加IGF 所以说呢 这个 IGF好像是一个 非正式的框架 不管是穷人 还是富人 穷的代表团 富的代表团 都可以来讨论 而且啊 我们在说到监管的时候 监管 其实是 有关部门 一个权威机构的监管 是一种政治的 正式的框架 它需要各个国家的参与 需要资金 所以说呢 这个其实跟IGF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想一想 突尼斯宣言 建立起IGF的这个宣言 它其实建立的 不光是IGF 它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IGF 另外一个方面呢 是加强合作 请您赶快结束发言 这样我们还可以 请其他的人发言 我的问题是 IGF 我觉得 应该继续 成为一个讨论 合作的空间 仍然是一个 自下而上的空间 也许 应该要落实 加强的合作 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 你还记得 在釜山所发生的事情吗 美国 不会答应的 大家是不是 能够来谈一谈 加强的合作 这是 世界新西社会 峰会的时候 就已经谈过了 简单的 再讲一讲吧 因为刚才好像 有一些误解 我并不是想要干预到IGF的运转当中来 只是说 我们提出了两个建议 第一个并不是要把IGF变成一个准则制定的机构 IGF它可以继续提出建议 继续进行反思 让我们给监管做出一个贡献 另外一方面 我们还提出 我们还提出 IGF能够监测或者是观察 巴黎呼吁的后续 这是我们提出的两个建议 所以 也许跟您的理解不一样 非常抱歉 我今天可能不能够待到 讨论最终结束 可能要提早离开 关于加强合作 您是否可以再谈一谈 或者是最后结束的时候再谈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发言人 以及那边有一位女士 谢谢 我来自南非 我想我们现在说的话题是 怎样才能够加强互联网的治理 但是我很惊讶 因为有专家 没有专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我在想啊 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是不是不重要呢 我们在思考未来推进 互联网治理的时候 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是不是不重要呢 因为 我们这里谈到包容性 透明度 我觉得很奇怪啊 今天在座的各位专家 不能够表现出包容性 我觉得 未来 我们应该强调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声音都很重要 谢谢 简单的解释一下 这三位代表主要是代表了 IGF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东道国的代表 然后呢 我们请到了一位代表国际组织的人士 当然 还有代表多利优官方咨询小组的主席 在他们的小组里面 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成员 特别是有两个机构 他们不是代表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 他们是全球性的组织 谢谢主席 我是 我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的秘书长 我们呢 主要是思考 怎样在互联网这个数据保护方面进行立法 我们的经验看到 多利优官方的这种方式 是一个非常让人担忧的问题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因为ICT方面的能力好像是 并不受到重视 数字化并不是他们发展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当然我非常的欢迎 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倡议 让IGF能够成为一个激发大家思考和建议的平台 而且啊 包容性能够成为这个论坛的一个优势 因为刚才各个发言人他们都受到了数字鸿沟 这个鸿沟 现在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如此之大 所以说呢 我们要尽全力的 要 在各方面 特别是在法规方面 扶持发展中国家 他们即便是在现在的技术方面都缺乏规范 更不要说新技术 我们在实地也有很多的经验 我们也愿意 所有跟所有感兴趣的相关方进行分享 谢谢 希望大家进行简短的总结 部长先生 感谢您的参与 我知道您还有其他的事物 感谢您的参与 现在请大家进行总结 也许我们可以回答刚才 大家的问题和评论 由谁开始呢 我想刚才说到包容性 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今天的 发言当中我们听到 怎样才能够利用数字技术 特别是 在发展中国家 应用这些技术来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觉得这是一个桥梁 所有的这些技术 和这方面的能力 都能够帮助我们 帮助发展中国家 进一步地加快 他们的经济发展 我坚信 他们不会重复我们的错误 所以说呢 他们将能够更好的 得益于数字化的技术 还有一点 我也负责 气候和环境的问题 如果我们看一下 巴黎协定的话 其实它也是一个 非常多样化的论坛 有很多非正式的交流 刚才李巴嫩的代表 说到 参加的呢 还有各方的代表 最终呢 我们还是得到了一个协定 所以说呢 这是综合起了正式和非正式的磋商 有必要纳入非政府的组织 民间社会等等 让他们也成为协定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种互动非常的好 也许我们可以想一想 IGF作为一个对话的平台 让它成为这样一个平台 政府可以和社区进行非正式的互动 我想这也许是我们可以建设起来的一个流程 就像Lotard女士刚才说到 IGF是一个多力攸关方的论坛 它能够给予一个政策的导向 在德国 我们希望在下一次柏林IGF的时候 能够有部长级的参与 我们觉得需要政治家也来谈一谈 IGF上的问题 刚才黎巴嫩的同事说的对 我们需要政治家 让他们把我们的想法转化成法律 在德国 我们的议会团体也加入进来 建设起一个议会级别的活动 所以呢我们有不同国家的议员 也来讨论IGF的话题 刚才南非的同事 我们在德国也认为这点非常重要 那我们的议程非常的广泛 然后也给很多利益官方提供参加IGF的可能性 尤其是来自于这个南部国家的这个利益官方 那德国甚至会出资来给这些南部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让他们可以就是拆旅 然后来德国柏林参加IGF 那我最后要说的是 就是在德国 我们的是想希望就是下一届的IGF 能够比较强调这个中小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在互联网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这当然也是和德国具体的情况有关 那德国的产业界在这个物联网IOT方面 还有就是工业4.0方面是做得比较成功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不应当只关注那些大的公司 也应当关注中小企业 那最后我还要说一下 就是我们在德国举办IGF的时候 会比较重视AI人工智能 因为这呢是属于未来的一个重大的话题 而且它也能够 因为在未来发展的各个领域都会涉及到AI 那实际上要建立一个联系 就是在这个网络它的这种分裂化和 这个发展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啊 这个互联网协会啊 花很多的这个资金精力 来把没有连接的 没有联网的给它连起来 这不仅仅是因为 我们对于 我们深信互联网是属于所有人的 这也是因为多元性 网络的多元化 对整个互联网都是有益的 如果说互联网它有多种不同的连接方式的话 是更好的 而且呢也应当通过互联网来表达各种不同的观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呢 是致力于让它多元化 那我现在再来 回来说一下 就是互联网它现在出现的 这种 分散性 因为互联网 它本身是一个网络的网络 所以它自动的就有这种分散的情况 这是可以的 这没有错 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体的这个互联网 它是分散的分裂的 那我们呢可以慢慢的去发展它 从而来保证整个国家的所有人都能够就是连上 因为那我们呢 因此啊我们呢 真的就是希望能把这个工具 这个非常棒的工具啊 提供给所有的人 一个很好的工具 让人们来就是获得他们想获得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 那现在确实有涉及到 比如说这个包容线的问题 因此啊我们现在要做的 并不是说要把互联网 就是打的 把它打散开来 变成一个越来越小的这种小块 我们呢必须要让它就是整体上连接起来 只有这样的话 才让它更有吸引力 更棒让人们任何时候都不想离开互联网 那 我也是 我想啊 下一次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 下次我们开会的时候 这个网我们的这个论坛形式也会变化 它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 因为互联网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 那最后呢 我请 三代木和女生来 做最后的总结称词 那IGF 真的非常重要 是因为 现在的这个世界上啊 面临着很多新的事物 都是第一次出现 它往往是非常的复杂 彼此连接他们涉及到经济 文化 政治 社会等等 因此我们需要对话 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这里做一个脱口秀而已 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要让大家来监管 来制定政策 或者说制定之这个标准 规范 但是我们要讨论 我们要有尽多的利益官方来表达他们的观点 这就是我们想做的 我们必须要保证 IGF是包容的 我们呢 也是非常感谢法国 让我们呢 因为啊 在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都还没有找到这个东道国 然后现在我们找到了 那有法国举办 而且非常注册 那我们现在呀 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与 IGF 而且呢 也有人来自愿来举办 IGF 那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 就是不同地区的不同的人来参加 那在2017年的时候 也是一直都找不到这个东道国 到最后瑞士决定要办 然后德国呢 说要举办也有段时间了 因此啊 我们对此非常的高兴 但是啊 一直都是欧洲的国家在举办IGF 所以如果有人对举办IGF感兴趣的话 如果有哪个国家 就请你们提出来 我们非常期待和你们去讨论 那说到加强合作 那我们呢 实际上已经讨论了个好几次 实际上啊 我们之前呢 也是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讨论 那就是在YSE和YS2的这个基础上的讨论 那我们在这个讨论的基础上 或者说争论的基础上 也是听到了各种不同的这个建议 那现在呀 IGF必须要以一种战略性的方式来考虑 在未来应该怎么做 怎么样 以最好的方式 让政府获得帮助 然后啊 我们呢 也能够就从IGF的角度来帮助 这些国家政府 因为这是IGF的最根本的特点 好那我就说这么多了 谢谢各位 谢谢所有的台上的发言人 祝大家晚上愉快 谢谢 我的crappy schedule 你有没有发现我每次来这儿都是早上晚上 早上晚上 早上晚上 他是不是勾逼过来我 我觉得好过分啊 我明天我这个就完了 他就是让我来填空 那你也不要让我这样填嘛 我明天下午干完就回家了 这会儿我都可以陪孩子了 你们家孩子 老公还没到家 我家里先有个camera你知道吗 可以时时刻刻看着孩子 什么时候想起 好久了 给 dachte我 刘翘 说 没得�� 对 谢谢观看